这家由缉毒警察开的炸鸡店 由于价格异常昂贵 反倒成了全国最火爆的网红店 就连罪犯都跑来加盟连锁店 好家伙 这年头警察都要搞副业了吗 并不是这五个缉毒警察 因常年破案率十分低下 就连其他科的同事抓的毒贩都比他们多 导致局长很是不爽 为了挽回缉毒般的面子 古人决定破一桩国际贩毒的大案 但坐在炸鸡店从早蹲到晚 都丝毫不见罪犯人影 此时队长灵光一闪 何不伪装成外卖员 潜入罪犯大楼里呢 更何况那批罪犯隔三差五 会来炸鸡店里点外卖 可想法虽然很美好 炸鸡店老板却告诉他们 这家店因生意十分惨淡 除了五个人光顾 就没有任何客人 开到明天就要倒闭了 这可怎么办 青年哥突然猛地举起手 表示要盘下这家店 盘下哪来这么多钱 上级也不可能批这么多资金下来 大伙儿没有办法 只好用自己那零星的积蓄凑起来 有的人用结婚钱 有的人提前申请退休费 第二天就凑齐了钱 盘下了炸鸡店 开始进行任务调查 但由于是新店开张 吸引了不少新顾客 所以每次店里来人都很尴尬 要是每天都以没食材为由 把客人撵走 那这就太引人注意了 平头哥提议 不如亲自做炸鸡来卖 但五人都没有做炸鸡的经验 只好各自做一份 再选出味道最好的 没多久 五盘别去风格的炸鸡 新鲜出炉 等等 怎么还有个白煮鸡 大伙儿开始尝鲜 头两款根本不是人能吃的味道 等到第三款这香脆的口感 这浓郁的味道 比传统炸鸡还要美味 原来这就出自平头哥之手 大伙儿一致决定 就让他来担任主厨 谁知刚进店的顾客 却点了一份平头哥 根本不会的调味炸鸡 平头哥实在没有办法 唯一知道的酱料 就是小时候尝过的大排骨酱料 他按照记忆调出酱料 等到炸鸡上桌 客人问 做颜色这么浓郁的调味炸鸡 叫什么名堂 队长临时想出答案 就叫大排骨炸鸡 客人随即尝下第一口 这味道完美 这家大排骨炸鸡店 还没开张几天 就已经火爆全程 每天的客人都络绎不绝 大排长龙 还有记者专门过来采访 但这群店长可是缉毒警察 要抓毒贩的呀 万一得认出了哪里能行 赶紧给我走人 不送 为了减少客人流量 五人决定提高炸鸡价格 却没想到生意更加火爆 他们的炸鸡还被称作皇帝炸鸡 成了旅游团必定打卡的 广红炸鸡店 可都开张这么久了 连个罪犯的影子都没见着 每天的业务报告书上 都是写着潜伏 潜伏 还是潜伏 里面还加着张 写了生机50支的纸条 气得局长脑一血都快出来了 就在局长准备对五人严厉指责时 队长突然来了电话 电话一接 发现是隔壁毒贩打来订外卖了 队长立马给队员使了眼色 队员立马心领神会 随即五人快步冲回店里 开始全副武装 准备行动 平头哥负责做炸鸡 青年哥负责屏蔽信号 大姐头负责装窃听器 娃娃鱼则是后台支援 就在队长拎着炸鸡送货上门时 开门的人却是一个大妈 这可把队长给整懵了 一问才知道 毒贩居然今天刚搬走 毫无疑问 任务再次失败 然而就在第二天 转机出现了 炸鸡店开设全国连锁店 本来五人不想同意 可对方实在是给的太多了 队长为了维持生计 支支吾吾答应了下来 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这个西装男 其实是跟毒贩一伙的 之所以要开设连锁店 就是为了运送毒品 更加方便做买卖 这几家炸鸡连锁店 服务态度都差得惊人 店员吵架的吵架 打架的打架 甚至还有赶客人走的 品牌口碑差得一落千丈 身为缉毒警察的店主队长 自己一手打造的炸鸡帝国 就这样被人打回解放前 立马跟队员发起调查 试图找出口碑差的原因 却意外发现 客人收到炸鸡外卖后 从里面摸了不知什么东西 便直接将外卖丢进垃圾桶里 连着好几个客人都是这样 五位卧底警察便决定 进行一次实地调查 结果一调查才发现 这群点外卖的客人 通通都是瘾君子 好家伙 敢在缉毒警察头上撒野 这还得了吗 平头哥怒火中烧 想要去分店找这群毒贩麻烦 结果对方人数优势 平头哥反倒被抓了起来 但平头哥身手不凡 前身是柔道国家代表的他 几拳功夫下去 轻轻松松就把看守全都打趴 随后他跟着运毒车 找到了毒贩老大的交易地点 见两批人正准备交易 平头哥立马点开手机的警笛声 吓得毒贩们以为买家叫警察来了 两批人立马发起了群斗 就在这时 前来营救平头哥的四个队友 也赶到现场五名警察全部集齐 而等着毒贩们的将会是地狱般的体验 五人个个都点满了格斗技能 娃娃鱼是特种兵出身 格斗技巧强得惊人 大姐头是泰拳冠军出身 被称作为拳霸 青年哥是棒球部出身 十分耐揍 而队长人送外号僵尸 不管受多大的伤都死不了 等到警察同事赶来支援 眼前的一幕 实属把人看呆了 最后五人因侦破重大罪案 全都荣光升职 台下的局长看到这一幕 笑得像个傻子一样 看来惹谁都不要惹 这一群疯子呀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极限职业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